哈喽大家今天我们来招呼大家 如何从iPhone跨系统转移到三星的手机上面 今天我们会告诉大家一些 在转移手机上面需要注意的事项 也就是说哪些App不能够直接转移 或者是过程当中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尤其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前准备 像是在Line转移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都会提到一些重点 所以想要知道怎么转移的话呢 就继续看下去吧 好那首先在开始转移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两支手机的电量 最好两支手机都充饱电 尤其当你的旧手机 如果里面的东西非常多的话 那可能就要转移非常久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充饱电 我们再来做转移的动作 那第二个前置作业就是Line备份 那如果Line要备份的话 它是在主页的右上角有一个 这个齿轮有没有 点进去 接着下面这边就会有一个备份聊天记录 然后这边就可以开始进行备份了 那在开始之前我还是想要特别提到 Line其实是没有办法直接跨系统转移的 这真的是目前跨系统最大的痛处 就是例如说iOS转 Android或Android要转iOS 都是没有办法直接转的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现在三星有一个 免费的Line对话换机服务 就是如果你今天购买 三星最新的旗舰级手机 像是S23系列或者是Z3 或是Z4 5 它有一个指定网站你可以去注册 然后就会有专人协助你 完整的转移你的Line对话 那这个服务它中间还是要等一小段时间 就是最多可能24个小时 才会有专人联络你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想要完整保留 所有的对话的话可以先到这个网站来申请服务 那这个Line转移的过程 我们等一下会再讲更多的细节 所以Line这件事情 我们先摆在旁边 它跟我们现在要讲的手机对手机的转移 是两回事的 就是你手机这边转完之后 你在新手机上面的Line先不要登入 就是等转移服务整个完成之后 你再登入你的Line 那这过程当中 你的旧手机都还是可以使用的没有问题 那再来第三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的旧手机最好在电脑上面 先用iTunes备份一次就是多一份保障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手机对手机对传的话 我们需要一条Lightning转USB-C的传输线 那如果你旧手机是iPhone15之后的版本的话 它也是USB-C孔 你就可以准备一条C2C的线 好那我们现在就用线连接两台手机 好那在开始转移之前 我们要先设定我们的新手机 让它进到主画面 然后两只手机都必须要安装 三星的Smart Switch这款App 那我们在Z Flip这边就开始往下点 然后看到这边就可以直接选iPhone或是iPad 点下去 然后它这边会要你新增网路 那连接到WiFi之后 它会出现这个登入Google帐号的画面 这边你可以选择直接登入 或者是你也可以先略过 下面你就可以自己选择 那我们这边先选择略过 然后做一些帐号设定之后呢 现在这边就是要来设定脸部辨识 或是指纹的部分 大家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那再来又再一次出现了这个登入的画面 这个是三星自己的账号 跟刚才的Google登入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Google登入 那登入之后 你就是可以在手机上面 使用一些三星自己的服务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进到主画面之后呢 我们先在iPhone上面安装 Smart Switch这款App 就是到App Store里面 然后呢我们在上面打Smart Switch 接着我们就会看到这款App 下载之后呢我们先把它打开来 那同时呢我们的旧手机也要先更新 我们的Smart Switch这款App 就是在Play商店我们先点进去之后呢 在上面这边来搜寻Smart Switch 然后这款App 我们就是去更新它 更新完之后我们一样打开 然后呢我们在旧手机上面这边按继续 那上面就会写说 它想要取用你一些App 就是看你要不要转移这些App 这样子 如果你希望转移的话呢 就是允许它取用 照片的部分也是选允许完整取用 反正通通都答应就对了 好然后我们就开始 好然后刚才呢我需要重新连接我的线 它才会出现这个信任的视窗 所以你发现你的手机如果没有反应的话呢 就是重新连接它的线 然后我们这边按信任 接着在新手机这边我们按下一步 接着出现下一个画面 它会让你选说你想要传输哪一些内容 你就可以来看一下它 所有可以传输哪些东西 那当然它没有办法全部的传送 例如说它最下面就直接写说 它有一些没有办法传输的内容 你就可以点进去了解一下说 哪一些东西它没有办法传 例如说iPhone自己本身锁定的笔记啊 或者是你原本在iPhone上面桌布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传过来这样子 那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按传输 然后这边呢iPhone又再次出现 需要输入密码的画面 那现在呢就正在传输资料这样子 那这个传输输入当然跟你旧手机里面 有多少资料有关系 那我这部旧手机大约有100多GB的资料 传输总共的时间大概花了两个小时 好那传输完毕之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LINE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有说 现在三星有提供一个免费的 LINE转移服务吗 就是因为跨系统的部分 它没有办法直接全部一起转 所以三星就非常贴心的提供了 这样子的服务 那这个网址呢我也会贴在说明栏 因为它是有一些步骤的 例如说它这边有贴一个流程 就是因为今天这个LINE转移的服务 他们是邀请第三方的公司来执行的 所以它需要你去申请这个服务这样子 而且你的手机也必须要是今年的旗舰款 像是S23或是ZFORM ZF5这样 那第一次你购买完信息之后 其实就可以立刻按右边的这个立即申请 这边呢你就来选择你的详细的资料 例如说我们今天是买ZF5 512的话呢 我就选择 然后我就选择我的购买通入 那这边呢我就要输入我一些详细的手机的资料 那如果你不太确定这边要怎么填的话呢 你可以按这边的查询教学 它这边就是会教你说你要在拨画键那边输入这个号码 你就会看到你所需要的资料 那你就直接填到这里面 然后旧的iPhone的型号也要贴上去 全部填完之后呢这边填写完成 那填写完成之后 你就会在你的email里面收到一个预约序号 那这个预约序号我们等一下会使用到 再来下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确认你的LINE有备份起来 我们刚才有教过大家了 然后最后这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要到另外一个网站去预约转机 就是点进去这个预约转机 那这个网站呢就是我刚才说三星他们 有请一个第三方的公司来帮我们转移LINE的对话 所以这边呢就是填入我们在email里面 收到的那个预约号码 然后下面呢你把详细的资料填一填 然后选择立即预约 那他说预约之后呢 他的工程师会在24个小时之内跟你联系 就会详细的跟你讲说你接下来要做哪些步骤 才可以确保你的LINE对话万无一失的 全部都转移到新手机上面 因为大部分我遇到跨系统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办法完整的转移对话 而且就算你想要完整转移 可能你需要去付费使用一些软体 那那些软体可能是来路不明的 可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服务 它是三星官方保证的一个服务 而且它又是免费的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尽量去使用那个服务这样子 那在LINE转移到新手机上面之前呢 你的SIN卡要摆在哪一台手机上面 就是看你自己啦 所以整个转移的过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希望大家都有顺利的转移到新手机上面 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